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小将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 一名廖姓女网友今天8日下午在YouTube上贴出一段影片 内容提及枪毙蔡英文 还要网友们帮忙转发分享 台北市刑大以及中正义分局铁路警察局接获报案后进入调查 由于廖女在影片中自称搭乘普悠马425车次 坐在汽车5号位子 预计18点16分抵达台北车站 铁井先在一栏站找到廖女后 随即沿路护送铁井先在一栏站找到廖女后 随即沿路护送廖女回到南港站 警方表示 廖女谈的是政治言论 并替彭文正教授喊冤 以请示检方后续侦办 警方勘验影片发现 廖女在YouTube发布出一段影片 标题写着枪毙蔡英文 蔡英文政治谋杀彭文正等字 说要代表全球人民强烈谴责蔡英文窃取博士学位 窃取教授资格 窃取总统选票 窃取台湾的一切 由于廖女有多部批评时事的影片 内容和情绪都相当偏激 是何原因仍待廖女侦讯后才能厘清 据了解 这名廖姓女子 多年曾前任职新北市达官国中的音乐专任教师 廖女为师大音乐系 音乐教育组博士班的毕业生 2017年在网络上上传了名为 《2017台湾师大国际时尚管理研究所》 流行与时尚美感教学法研发启程曲的影片 引发热议 但师大却否认该女师为该专班学生 其中 从韩国男子团体Big Bang的神曲 Bad Boy改编的音乐用具加分之歌 除了旋律洗脑 搭配上老师自唱自跳 更是让网友嘖嘖称奇 直呼这样子论文过的了吗 解释廖女上传影片的频道 2017年后就停止更新影片 直到今年2月28日后 在经常上传批评总统蔡英文的影片 针对性相当强烈 铁警局台北分局侦察队长黄明福 说明找到廖女经过 并表示廖女全程很配合 同意跟警方回来调查 至于动机目前仍在深入了解中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